意大利航空班机抵达罗马 只是旅途平平安安 机组人员怎么哭成一团 原来这架飞机降落后 意大利航空正式结束营运 由另一家运输公司接手 回顾75年历史 意大利航空曾经是欧洲规模第三大 教宗方济各也爱搭 只是长期亏损连政府出资都救不了 新冠疫情成了压垮一航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新南航空则是人力大短缺 短短三天取消超过2000航班 机场大牌长龙还有旅客睡在地板上 大家气炸了 而在美军撤出后 唯一固定飞阿富汗的巴基斯坦航空 周四宣布暂停飞往喀布尔的航班 因为塔利班要求机票降价 甚至威胁恐吓 让航空公司很难运作 日本乐陶航空则用钮弹吸引旅客再搭飞机 5000日元大约台币1200转一次 里头有纪念徽章 还有指定目的地机票抵用券 刚开放就吸引排队人潮 乐陶还推出随心飞套票 限量150张 不用台币5000就可以在11月份 日本全境33条航线 无限次大到包 TVBS新闻综合报导